我的事業夥伴 我的先生 我的心靈夥伴 在不久前才走了 那他的困難度不是音樂多難做 是因為每一首歌都有一些他的影子 很悲傷 然後哽咽 就沒有辦法繼續唱 所以那一點要克制那種感覺 要很專注 我覺得那是最困難的一件事 《哭沙》這首《權力》是大家都很清楚 就已經三十幾年 就是因為很熟悉 你要怎麼樣跨越它 其實那個難度很高的 風吹來的山 全沒頭一滾心肝 暗湯海人脈 酒洋洋 風吹來的山 全沒頭一滾心肝 總是有人愛 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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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睡一滾心肝 心肝 心肝 好像是有人愛 對 心肝 心肝 removes 心肝 心肝 你別憑我 心肝 心肝 你別綜藝 心肝 心肝 我看到這一堆 孝肝 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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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 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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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 除了是一个新专节的发表 其实里面也很多老师的感受 在里头要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对 为什么我在这个时间点 我发了这一张 其实是跟邱里老师 早就有计划和约定 可是一直就是 没有机会也没有体力 原因是老师 病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然后他的这些事情 告一个段落 我就觉得 这是我跟他的约定 所以我很想去把它完成 当然 这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帮着我 我们知道有阿德老师也参与了 亮哥也参与了 亮哥是我的制作人 那个许长德老师是 我这一张叫做一路平安的 这个专抬头 抬头歌的这个词 作词人 许长德老师 而且梓洪老师也是 对梓洪老师也是 我另外一首歌的制作人 听说最困难的 听说是在要开口 在录音的那个时候 我的事业伙伴 我的先生 我的心灵伙伴 在不久前才走了 这样子 那他的困难度 不是音乐多难做 是要专心的在录音室 录场 确实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每一首歌都有一些他的影子 所以在录音室里头唱歌 就是随时有时候会觉得自己那个很悲伤 然后那个哽咽 就没有办法继续唱 所以那一点要克制那种感觉 要很专注 我觉得那是最困难的一件事 听到老师这样讲 我刚刚想到 因为那时候阿德老师有分享《丘梨》这首歌 我自己这样反复听 就听到 感觉有一句的印象很深刻 走过去走过去 走过去 走过去 就像我们一直在听到 老师在创作的作品 他也是陪伴我们 那种互相陪伴的感觉 就是听了满满的感动 《酷沙》这首《全力》是 大家都很清楚 就已经三十几年 就是因为很熟悉 你要怎么样跨越它 其实那个难度很高的 就是要怎么样翻转那种感觉 然后变成一首好像是新的歌 但是你又觉得 有点熟悉的一个曲子 我觉得两个作词人 我觉得是很厉害 这个填到这个词填得非常非常入味 那么今天在红人榜 是不是就我们来献唱这一首 以丘陵老师为名的这首歌 好吗 丘陵 我们一起来欣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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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 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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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